韓尼 總統 臺灣 首先 恭喜韓尼總統閣下 在今年 1 月再度當選總統 並且率團來臺參加新政府的就職大典 我要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表達最誠摯的歡迎 韓尼總統一直是臺灣的好朋友 過去在 2016 年到 2019 年 擔任總統期間就三度訪問臺灣 另外 在 2017 年和 2019 年 我到馬少爾群島訪問的時候 更受到韓尼總統熱情的款待 這些年來 臺灣和馬少爾群島 在基礎建設 工衛 農業 技術 能源轉型等領域持續深化合作 像是我和海尼總統也在 2019 年共同見證了 婦女創業小額貸款循環基金的簽署 這項計畫目前也持續協助馬少爾群島的婦女 打造更加完善的創業環境 藉這個機會 我也要感謝馬少爾群島政府多次在國際場域 為臺灣發聲 呼籲國際社會正視臺灣能對全球做出的貢獻 同時 我也要感謝馬少爾群島國會 在上個月接連通過兩項決議 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並且持續深化兩國的幫助 未來臺灣會和馬少爾群島共同為印太區域的繁榮進步 帶來更多貢獻 最後 我要再次歡迎海尼總統率團來到臺灣 也希望各位貴賓能夠藉由這次的訪問 加深對臺灣的認識 未來和我們的新政府攜手合作 為兩國人民創造更多的福祉 謝謝 謝謝 感動了